大家好,我是施信文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做熱對流的實驗 那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要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用這個紅色跟青色來稍微染色 讓我們的水有一點顏色 等一下再看熱對流的會比較清楚 那我現在準備了一杯熱水 這很燙喔 少九十幾度以上 我們等一下先來觀察一下 它的熱對流的狀況 我們先看一下濃度好了 我現在先幫它染色 那我們熱水我們都用紅色好了 我們用紅色 好,仔細看齁 好,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,給它放一下氣 我們來稍微把 這一杯水做染色 好 再一點點好了齁 好,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好,稍微幫它攪拌一下 好 那 我們現在再拿一個這個 塑膠杯齁 超燙的 裝 今天室溫的水 今天室溫的水 好,我們等一下再把它加到滿夠 好,再拿一根竹筷筷子 好啦,這個差不多了齁 幫它染 青色 看一下齁 從高濃度散到低濃度 來,我們看一下它的狀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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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,那我開始攪拌囉 好,我們先做第一組實驗齁 好,我們先做第一組實驗齁 好,我們再把水加到滿 好,把水加到滿 好 表面張力喔 所以你看 嗚! 幾乎到全滿 好 好,我們先把廣告原料放在旁邊 這邊 感覺它好像可以再加 我們再加一點 嗚!厲害喔 好 好 那現在咧 我們咧 再將另外一個塑膠瓶 我們把它倒進這個 熱水 這好燙喔 再稍微給它攪拌器 好 好 這很燙喔 這看就知道了 上面還在冒煙 有看到煙嗎 好,把它倒進去 嗚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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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燙了 好 那現在咧 我要把熱水 這個 有點難度 它等一下因為要拍到那個狀況 所以我把鏡頭稍微調一下 熱水咧 我們用這個 把它蓋起來 讓它不要露出來 把它倒過來 好燙喔 盡量啦 好 把它擺上去 因為露掉一點點 真的很燙 然後慢慢把它抽出來 然後你去看一下 它混合的狀況 好 好 好,你會發現一件事咧 這個 紅色的還是在上面 那 基本上好像沒有什麼混合 好 把它擺好一點 那所以咧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原因吧 因為上面是熱水 那熱水的 密度比較小 因為液體受熱 體積變大 體積變大 密度就會比較小 所以它基本上跟下面的幾乎不混合 你看它都跑不下去 有沒有 好 那這是第一組的實驗 我們給它放在這邊 那第二組就比較簡單 第二組因為我們 準備做第二組是 熱水放在下面 剛剛 有點燙到 那所以咧 我們要再倒一些熱水進去 然後再稍微幫它調配一下 好 好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那個熱水加到燒杯裡面的感覺 好了 我們用這個慢動作來呈現一下 我們準備進行下一個實驗 剛剛是熱水在上 冷水在下 你看到現在它還沒有混合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就是 熱水在下 好 好湯 這個九十幾度 好 那我們的冷水咧 要在上面 所以咧 我稍微來 我們來把冷水 先把它蓋住 蓋住之後呢 倒過來 好 盡量不要讓它露出來 好 把它放上去 哇 這個也不好用 Oh no 不好意思 露一些出來 啊 因為下面真的太燙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混合的狀況 好 嗚 你看一下 好 NO 一下就混合了 有沒有 好 那為什麼咧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圖 不好意思 有點露掉了 這露更多 好 那這兩個咧 它差在哪裡啊 我們的左半邊 左半邊 左半邊這個實驗呢 它是 熱水 熱水在上 冷水在下 那右手邊這一個咧 是 熱水在下 下面是熱的 上面是冷的 所以冷水很快速的就混合了 所以你看它整個都均勻的混合 好 所以你看這一邊咧 它還是沒有混合 因為咧 這個就比較難進行熱對流 那這個咧 它很容易就熱對流 因為冷的咧 它密度大所以它就會往下 所以會進行自然的對流 所以你就會看到 咧 原本應該 藍色 我們講的 青色跟紅色應該是 一起的 你看這個整個都變色 好 好 那 因為它這個沒有很密 所以還是會稍微有一點露 好不好